其实大家公众一直都很关注 就是艺人到底可不可以谈恋爱 但是为什么艺人的恋爱 就是一旦被发现 就会是一个负面的行为 如果这个爱豆本身跟粉丝的互动 是非常强调自己的男友属性 但是他又不断去谈恋爱 他的粉丝受到伤害就会很大 过程被欺骗的感觉 对 其实在艺人这个行业 被替换的可能性更高 也可能是在观众心里 你被替换观众不会通知你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你们两位特别厉害 就是但一直都穿在他面前 但还是一样的那么喜欢你们 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秘诀给我们 可能还是脸小吧 别人不知道 萨萨肯定是靠眼睛 就长得好 你这个花瓶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起 我是个花坛 你 哈哈哈哈